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7年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处庄园 美国联邦执法人员与大卫教成员对峙了几十天后 发生火力交锋 最后大卫教教徒焚烧了自己的庄园 造成87人死亡 包括25名儿童 1995年东京地铁站发生一起大规模的毒气袭击事件 无数的民众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杀了毒气袭击 最终导致十余人死亡 数千人中毒受伤 而日本警方后来查证 这次袭击事件是日本新教派奥姆真理教发动的 教主麻原张宝正是幕后的支持者 这些耸人听闻的事件中的主角都是一些宗教团体 他们被学者称为破坏性膜拜团体 专家对膜拜团体的定义是对某人或某种观念显示出巨大 或过分投入的一种团体或运动 使用劝服控制等手段 是在推动团体和团体领袖的目标 代维克拉克是美国膜拜团体干预专家 早年曾经参加过膜拜团体 后来致力于帮助团体成员摆脱控制 戴维认为尽管这些悲剧已经过去多年 但是全球膜拜团体的发展依然令他担心 这一疑惑不仅David有 也是全球膜拜团体研究者都在关注的问题 David之所以来华参加这次研讨会 一个原因也是他近年来一直在关注法轮功组织 那么到底膜拜团体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吉姆琼斯凭借什么魔力 让上千的教徒跟着他放弃生命 麻原札幌为何能让教众心甘情愿地 为他去杀害无辜 我们来听听专家们的看法 一方面的话他实际上是有一个教族 那么这个教族的话 也会用一些貌似合理的 看上去还挺像一些道德宣教的 这样一些观念啊思想 来吸引诱惑很多群众 李克罗斯创建了一个 以他名字命名的研究所 也是从事干预膜拜团体的工作 他曾经对全球多个知名魔拜团体 进行调查研究 在研究中专家认为 即便是教义完全不同的团体 在很多方面却有着相似的地方 首先这些教主都会称自己 为宇宙间唯一的真神 唯一的救世主 人民圣殿教主吉姆琼斯 原是美国的一名牧师 后来称自己是神的化身 曾经化身为释迦摩尼 创建佛教 又化身为耶稣创建基督教 帅众与警员枪战的 大卫教主卡雷时 告诉自己的信徒 他是战神的化身 在世纪末日到来时 只有加入大卫教 才能获得救赎 让普通的信众觉得 他有一般常人所不具备的一种能力 超自然的能力 那么他能够使常人得到拯救 使常人能够得到杜托 那么像这样一些东西的话呢 都是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膜拜团体 尤其是破坏性膜拜团体所非常注重的 因为他要靠这些东西能够吸引人 要同时吸引人的话呢 也让所有这些加入他们组织的这些成员呢 感觉到他是高人一等的 他能够有吸引力 奥姆真理教的麻园照谎 本名松本之金夫 声称自己是印度神 师婆的化身 在喜马拉雅山悟道 曾经拍过一张全身漂浮的照片 用以吸引信众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 宣称自己有特异功能为人治病 后来更表示自己是佛陀传世 我的法身多的我也数不过来 简直太多了 因为我这个法身多的 已经不能用数字计算了 相当的多 再多的人我也能管得了 什么是非常有趣 about cult leadership in general is their claim to be God now Master Li in this one Falun says that he is the salvation of mankind you must come to him if you want to have your karma cleansed if you want to achieve Xingjing levels if you want cultivation moral character Master Li is required that he can then transmit to the members of the group they look to him as a savior unique and unlike any other human being on the planet there is no other Qigong master no other teacher that equals Master Li so Li has this absolute power you can't go to other like religion other Qigong or other Buddhist or other religion even Jesus you cannot go there because he considers that a lower level 通过自己的宣教 通过自己的活动呢 能够让一大批人相信他自己的神 相信他个人是有神力的 那么他就能够更多的这个吸引 吸引众 由于相信吉姆琼斯的传教 上世纪七十年代 人民圣殿教 曾经吸引了数千的教众 而在日本 麻原彰晃 在发布了双腿悬浮的照片后 在数年内 便网络了几万信众 殷井易秀是一名日本的社会学者 他曾经仔细研究过 奥姆陈德德教的发生危机 这是奥姆尊丽家内部流传的一段视频 修炼者们表情虔诚 而在类似谈题的传教中 信徒的狂热几乎都是如出一辙 在这种狂热中 信徒也更简单了自己对教主的拥护 当然我之前提及了参与联系 就是社交联系 这似乎是非常相似的 就是要得到信心 当这个信心开始 分离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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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么回处 把关系的生活 是分离开关系 by分离开关系 分离开关系 我会不会跟你说 我们不断感到你 我从来讲到你绝对了 我从来讲的一段时间 我从来讲的一天 美国相信他的这些信徒 过着一个与世隔绝的生活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的话呢 他们呢实际上是相互之间的话 有一种情绪上和心理上的相互的一种感染 那么这种感染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种对现实问题的一种判断力的降低 但是这些信徒 很多在后来的悲剧事件中 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这些教主是怎么能让这些教众如此痴迷呢 这种方法是经常发生的时间 是长时间的 保持着你联系 保持着你联系的 在一个非常固域的学习的学习 的问题跟学习的学习是 它是一种控制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 的学习的内容 麻原张晃要求信徒一天连续十几个小时 行五体投地之礼 并没送指导者的名字 法轮功要求修炼者反复阅读相关的书籍 不仅如此 成员还被禁止讨论 教义中的不合理之处 领袖拥有绝对的权威 我们被教导说 如果你认为他的教义是错误的 那只是因为你的心灵已经被腐蚀了 而不是他的教义有问题 统筹能力 是很重要的 the leadership looks at compliance how is the cult member complying to the rules and every cult has its rules and if you don't comply they single you out either they mold you or they don't want you it goes one way or the other with cult process um another thing is is that cult members are true believers and leadership wants true believers it can't be halfway is isolation it's the nature of separating from friends and family and relationships of a lifetime the problem there is redefining what the relationships are where you had a good relationship before now these people have become evil for us looking in we think that they're behaving oddly but for them looking out the outside world is often seen as very negative old friends are dropped family may be shunned they may not visit with their family often particularly if the family or old friends are critical of their new group 通过隔离 反复的高强度灌输 信徒们开始完全无条件的接受 教主的一切 皇塔建一是真理教的骨干 也是东京沙灵事件的执行者之一 他回忆说 当麻员下达释放毒气的指令时 他意味心思的意味 这一指令是为了拯救 富有罪业的现代人 为何这些膜拜团体最终 都以一种危害社会的极端方式 走向终点 下节回来 我们继续 在深圳的研讨会上 中国的类似团体也成为讨论的热点 李克罗斯几年前就开始关注法轮功 The worst example of Falun Gong's bad behavior and Master Li's hypocrisy is the horrible tragedy that occurred some years ago in Tenement Square when a group of Falun Gong devotees set themselves on fire people died a young woman was disfigured for the rest of her life sh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It's the fault of the victim and I find this so tragic because it's his teaching that causes them to think the way they do and make the decisions that they make If you're a true believer in Master Li and you're not questioned you will take it to heart and that's what I find with cult members they're genuinely motivated and not only that but people believe his claims he's a miracle worker when in reality the track record of what's actually going on in that organization has a very tragic history to it again the average member needs to understand the seriousness of that 研讨会上播放了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是一名中国妇女讲述 她的亲人 如何因为修炼法轮功 而进行自焚的 崔丽的大姐 郝慧君和侄女陈果 是2001年天安门自焚事件的参与者 陈果呢 就是从小 她就是个人见人爱的孩子吧 而且特别聪明 人长得也漂亮 那个在小学 就是十岁的时候吧 就考入了音乐辅小 中央音乐辅小 相继的又进入了中学 高中 一直大学民乐系 学习琵琶 在学校期间呢 也是特别优秀 学校有什么公演呢 或者什么 那个出国任务呢 都是让她去 但是在2001年 一切都被改变了 我大姐吧 就是这个手没有了 没有手 成果也是这样 脸部已经面目全非了 这个眼睛呢 可以说我大姐的眼睛呢 一个一只眼睛 只有光感 一只眼睛已经在烧的时候 把她给折除了 烧伤坏了 全坏了 成果呢 就是一只眼睛烧的 也是沾连着 一只眼睛还流失 自焚事件后 被抢救过来的 成果女女 被送回河南开封的家中治疗 接到开封以后呢 她们那时候思想 还坚信法动工 就是对她们的烧伤啊 什么 根本不在意的 觉得 这就是那个 很正常的 我大姐当时就对我说 她说 实际上你们看到的 这是表面的 实际上我已经 我有一个原神啊 什么 在天上是特别漂亮的 她就不相信 这就是当时烧伤的情况 就是她们本人 她们自己都否认 在事件发生后不久 法轮功组织发表声明 呈自焚事件参与者 并非法轮功练习者 因为这个自焚的话呢 已经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如果说她承认 这些自焚者 是法轮功的练习者的话呢 她就实际上是 她的信誉 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她为了保持 这样一个组织的信誉 保持她这个思想当中的 威信的话呢 特别是领导者的 这样的威信的话 她是非常不到的 就是把这样一些 普通的信徒给抛弃掉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是有问题的 Falun Gong not only is always right and everyone else is wrong and if you question him or you want to hold him accountable it's persecution 尽管这样 在自焚后的第一年里 成果母女 依然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想法 当时他们不是法轮功 就是宣布在网上什么都说 他们不是法轮功弟子了 什么了 他也不信 他说这是师父就是说 要成为一个神 师父在考验他们 就这样 但就是经过这么多年 现在思想也认识到了 这个思想也转变过来了 但是为啥说 现在生活也有时平静 有时他们也非常痛苦 心里头 就是这个付出的代价 因为他女儿那么优秀 尤其是他妈妈 觉得特别对不起女儿 随着时间慢慢过去 他们的想法逐渐开始发生变化 法轮功从一个他们的精神信仰 变成了不能提及的敏感字眼 现在完全不这样说 就是我们提起来 他就说 你们不要说 不要 就是在他面前就不能提法轮功 那全是骗人的 他就这样说 可能经过这么多年 他也反思自己 到底是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去做这样的事 这么虔诚的一颗心 最后就是 不是那回事 他都感觉到 自焚事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 但成果母女的悲剧 却永远没有过去 这一悲剧也成为 研究膜拜团体的典型案例 但是很多人都想知道 包括人民圣殿教 奥姆真理教等等多个团体 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 制造了这些惨剧 1978年 有人揭露人民圣殿教内部 存在殴打和虐待的控制手段 美国议员Leo Rain 前往琼斯镇 随行还有一些较重的清除 他们的目的是去了解 琼斯镇的真实情况 当议员到达后 一些信众表示希望离开 在这些人去到一个机场的时候 议员和一些信众 被吉姆琼斯的卫队枪杀 1994年 日本警方发现 数起暗杀事件 与奥姆真理教有关 决定在1995年3月底 搜查其总部 麻员彰晃得知这一讯息后 决定发动毒气袭击 转移警方视线 1999年中国政府取立法轮功 2001年春节 天安门发生 法轮功练习者自焚事件 等到这个社会开始 关心他一些负面的东西 开始研究他的时候 其实他是面临着 一定社会的挑战和压力的 这个情况下的话 他的这种极端性 很容易暴露出来 那么像这个太阳圣殿教 他们呢 都是在什么呢 在就是这个组织 即将要崩溃了 这个组织的话 受到外界的关注了 受到这个新闻的揭露了 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们往往会采取 这种极端的行为 琼斯镇残后 人民圣殿教的建筑被拆除 直到二十年后 才重新作为他用 而麻原张皇因为 毒气事件 被判处死刑 至今依然关押在监狱之内 这些团体的领袖 或许已经付出了 他们的代价 但是他们带给 人类历史的阴影 却永远无法抹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反对邪教 反对破坏性魔改团体 不是仅仅在法轮功一家 而是一个让社会稳定和谐 发展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工作 那么这个工作的话呢 就是让我们能够警惕防止 甚至及时处理 像类似于法轮功这样的 破坏性魔改团体的出现 今天距离穷斯政策案 已经过去三十多年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些著名的破坏性魔改团体呢 已经开始逐步的示威 但是专家就认为 并不能因此放松 动物魔改团体的防范 因为魔改团体的产生 固然与他的宗教领袖密切相关 但是也有他的社会原因 人都有精神和信仰的需求 但当这个需求上升到一个极端体验和个人崇拜的时候 就值得警惕了 在深圳的探讨会上 专家还说 应该让民众了解更多的相关信息 只有合格的教育 才是防范魔改团体的关键所在 以上就是本期的记者在报告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